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金城武》加张佳佳 这超豪华的配置 也就不回女主是假脸AB啊 现在想服成 当晚安置了Vaby和梁承伟所拍的这场戏 并没有太多情节 主要是在机边散步 两人来来回回地走了十几遍 梁承伟还多次查看真实器 反复观察自己的表演 Vaby拍几戏来也是得心应手 和影帝对戏也看不出丝毫的紧张 小编认为 既然是讲女孩案内大叔的故事 那这种搭配应该还是有萌点的 满过道新闻 这个颜值小编也要炸了报道 近日由王家卫监制张佳佳导演的 百度人在上海开机 日前网络上曝光了一组路透照 从路透照可以看出 女主是刚结婚不久的安置了Vaby 此前女主方面的传言一直有很多 从全志贤到宋慧桥 年龄和资历也基本上都算匹配 而这次曝光的安置了Vaby 与梁朝伟金城谷两大男神对系 许多网友表示担心 好了 拜托人开机了 最后直到女主的我眼泪掉下来 王家卫为啥不拦着她呀 我去死一死好了 就算王家卫加梁朝伟 加金城武加张家家 这超豪华的配置 也就不回女主是假脸AB呀 现在想不成 当晚安置了Vaby和梁朝伟所拍的这场戏 并没有太多情节 主要是在街边散步 两人来来回回地走了十几遍 梁朝伟还多次查看真实器 反复观察自己的表演 Vaby拍几戏来也是得心应手 和影帝对戏也看不出丝毫的紧张 小编认为 既然是讲女孩暗恋大叔的故事 那这种搭配应该还是有萌脸的 门口道新闻 是个颜值 小编也要炸了报道